能愈可重心 一般人看到莲花都欢喜 今秘藏中 业以大悲太藏 妙法莲花 为最秘密吉祥 这个法门是大臣 究竟圆满的法门 经文虽然不多 中门教下 咸教密教的教义全都在里头 那么从密宗来看 也是以大悲太藏 妙法莲花 为最秘密吉祥 一切加持法门之身 作词连太也 这是密宗所说的 可见 极乐九贫之灵 正一行 大日如来密一言 具体解释 最深的秘密吉祥 这是密宗里头 对莲花的看法 邪密我们都看到了 莲花化身是多么殊胜 不必再去找父母 不必再去受 十个月 佛经把它比喻叫胎育 做胎等于在地狱里的一样 母亲喝一杯凉水 就像在寒冰地狱 母亲喝一杯热水 就像在八月的日 苦不堪言 所以 这十个月出生之后 把从前的事情 忘得干干净净 他为什么忘了 做胎太苦了 极大的痛苦 把过去的创伤忘掉了 如果做胎的时候 很快乐 很自在 没有痛苦 那过去深中 深深深深的事情 你都会记得很清楚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能懂 我过去有个朋友 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的小孩 他告诉我 五六岁的时候 非常聪明 那个时候 害了一场大病 这场大病治好了之后 那种聪明就没有了 就好像很迷惑 没有智慧 没有记忆 一场大病 能够 障碍聪明智慧 那 胎悦之苦 我们就能体会到了 过去深中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 哪有莲花花生殊胜 莲花花生 清净心鲜切 真真确确 智慧生烦恼轻 烦恼就是这么断掉的 我们再看下一章经文 无作佛事 受放众生 文物明智 欢喜幸药 礼拜归灭 你清净心 修菩萨恼 驻天世人 莫不知尽 这一段 是第十六 文明的福音 下面 若问我民 受众之后 神尊贵家 诸根无缺 这是第十六 前面是第十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末后 长袖 殊胜 凡恨 这一句 就是一月 这一章里头有三月 若不二者 不去争救 这三月 阿弥陀佛 文明的福音 在下 为第二十七 修 殊胜 行愿 这一月 在此地 只有一句 长修 殊胜 凡恨 本章三月 表文明功德 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听到之后 有什么好处 这一章啊 三月里头 说出来了 这文明 功德 就很了不起 阿弥陀佛